以破镜为约 谁先破镜 谁便是赢家 输家废掉自己的七海雪山 不要 不要 废掉七海雪山 修行者便是废人 你便一无所有的 你敢不敢 宁缺唇枪舌战屈你宝贝 成功护住墨珊珊的清誉 墨珊珊这才知晓 眼前这个少年 便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十三先生 一时羞愧无言 独自在帐呆看鸡汤贴 原来你就是他 而宁缺同样想着墨珊珊 本是想为隐藏身份一事道歉 可还未开口 便看墨珊珊地上一只笔 随便写个便签 宁缺心中虽愣 却也没有再神啰嗦 在这纸上随意书写起来 我喜欢你 话音未落 宁缺已是惊颤 可从未想过温婉之性的书吃 竟这般豁达 感情 一丝尴尬 却不可失去微笑 赖家 谁都没有捅破这最后一层沙 两人皆不在言语 只是心中皆想的同一件事 如此到天明 宁缺本是想独自进入北方 却不想墨珊珊竟也跟了上来 想来都是那宗门有命 去寻那天书名自卷 一起走吧 好 一起走 飞雪飘零 长路漫漫 无人知晓那魔宗山门究竟在哪 即便有墨池苑开山鼻祖留下的地图 也依旧无法轻易寻得那隐秘宗门 也多亏这少年不是呆梦无趣之人 总能在这寂寥的北墨荒原 给墨珊珊带来阵阵清凉 我就是一个敢于面对惨淡人生 残酷命运 无数险风的逆天之人 这一笑露出我那一把刀 不爱杉杉爱曲妮 欲往北去 寒气愈发刺骨 宁缺倒也不怕嫌弃 在动拳上镜的浮尸面前 显露一手拙劣的画幅之术 巡男伙伏放在腰间 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低烈的手段总能俘获少女的放心 尽管修行之道 无法一蹴而就 可是 感情也需要慢慢守闻 修行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就像你我 你好像又瘦了 两人太瘦可不好 突如其来的声响 直接扫了宁缺心中那一道火苗 龙庆皇子的突然出现 让两人心中皆一正 这皇子自然是寻那天书而来 只是碰巧在这偌大的荒原 撞见宿命中的死敌 龙庆对那日拜北宁缺始终耿耿于怀 如今自己已寻得本命桃花 自是想找回那日失去的颜面 宁缺倒也失去 二话不说躲在墨珊珊身后 毕竟境界相同 本命物 珊珊也有 难道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吗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以为能在女人身后躲一辈子 我就要在女人身后躲一辈子 我家山上当然属于 龙庆皇子早已领略宁缺的无耻 索性也懒得与其废话 自己本就比宁缺高了一个境界 若以武杀之 这傲慢的皇子自是不屑 便提出定下赌约 与宁缺比谁先破镜 宁缺本是不愿与这次纠缠 可这皇子接下来的话 却彻底激怒了宁缺 我对你家那个小侍女 始终念念不忘 龙庆早已拿捏住宁缺 知晓桑桑是其不可碰触底线 而宁缺也自然无法忍受 不顾一旁杉杉的阻拦 映下了龙庆的赌约 你耗天的命运 以夫子的命运 墨杉杉心中尽是担忧 这境界突破 哪是能随心所欲 那龙庆皇子一年前便已触碰知命门槛 而宁缺还不知动玄境为何物 只看一道风雪之 这枯枝上竟无故生长出一朵桃花 龙庆心中一喜 想来那坡近的契机已至 再也没有甚到新祖爱能阻止他 只待花叶全盛 花瓣尽土时 便能坡近 我为你护法 如今又有道吃叶红鱼在身边加持 想来已是胜券在我 而在看着宁缺 带着墨杉杉来到这大明湖畔 看那红尘作伴 碧海蓝天 不禁感慨一声道 你饿吗 墨杉杉一愣 对眼前这少年 愈发地感到别角的可爱 就看宁缺熟练地架起锅碗炉灶 从怀中掏出一坨黑油油的团子 这是陈皮皮在临行前送给他的领 这是本天才独家命之 亲手制作的必胜饼 宁缺将此物投入锅中煮沸 不过片刻 想不到这黑油之物 竟是自己最爱的酸辣面片汤 忽吃一碗热汤面下毒 如此美味 还有美女 管他破破气 不想话音刚落 就赶一股强大念力 和大明湖的天地元气融为一体 闭幕间 竟看到那魔宗山门就在这湖底 墨杉杉只觉疑惑 胆忙让宁缺将剩下的面片汤喝下 十三先生 恭喜你 破镜了